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小肃头名战打响了 第一场混双的比赛当中 马来西亚逆转先拿到了一分 男单对决 双方都派出了各自的头牌球星 周天成对阵李子佳 这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重磅对决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战 此前两人交手过七次 周天成五胜二负占优 并且取得了一波四连胜 相对来说周天成是比较克制李子佳的 但是双方已经两年都没有交手过了 这次周天成基本没有了退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随着李子佳这球的判断失误 比分战成了三比二 李子佳还稍稍领先 那么不管是从技术上 还是说从消耗对方的体能上 李子佳连续的进攻 非常的凶猛 刚开局状态就相当的火热 这次之后的连贯 舒服了 也不算累 而且一切竟在掌控当中 周天成到现在即便是有一些进攻机会球 也是选择软压软杀为主 以拉开控球为主 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明显的加速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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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佳的进攻不断 这一派的追身杀一场的凶猛 将球 拍线都给杀断了 力量惊人啊 比分战成十比二之后 周天成也来了一个跳杀鞋对角 打了一个反击 这是周天成今天 漂亮 但是他的这个下肢的力量 还是非常的强大 一下能蹬起来啊 防空的能力很强 又是一个一步骑车身 这一派昨天能防守得非常漂亮 机会球杀出底线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李子佳比赛状态非常的兴奋 在逆境当中拿下了比赛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李子佳也是比较嗨 比较兴奋 李子佳连续的跳杀速度非常的快 让周天成有点难以招架 确实速度太快 再次完全的防守 这一球是李子佳的杀手锏 360度反手杀 杀完自己都笑了 这声音大 当然这也就是现场看球 比较让人 暴力杀球的一面 也有非常细致的一面 又是跳杀鞋对角 比分战成20比13 李子佳拿到了局点 出界了 这样的话比分战成21比14 李子佳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继续看看第二局 杀球得分 周天成抢到一个不错的开局 比分来到5比2领先的三分 这一球相当的精彩 周天成往前的突击都被李子佳救了回来 反应能力太强了 周天成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这定位很着强了 李子佳的进攻又打出来了 连得四分 底分已经完成了反超 给了李子佳比较充分的 去回处理球的空 第二个 就是我加速加一会儿 然后又慢下来 不知道是战术安排 还是现在体能出现一些问题 这一球漂亮 周天成党杀球跳往前 追回一分 非常拼 回球下网 李子佳是1比8领先三分进去下半段 李子佳的进攻还在继续 怎么杀怎么有 不会是以强大攻击能力而闻名的选手 这个反派过度质量很高 停顿之后推正手 强了 看下哪边 天呐 李子佳的防守也很强大 第二次防住了往前的突袭 反应能力和身体的协调性 都做到了极致 真是精彩啊 这球跨度的女生 女舒子是真好 本场 再次就起了 就有球 刷槌身单这球 李子佳是有准备了 还是抢放 这段时间 其实周天成在往前的优势 这段时间 周天成通过往前球制造进攻机会 连续的得分将分叉拉近了 直接调起来了啊 哎呀 还是高点 反复的都往前啊 十九比十八 最后的关键时刻 周天成通过连续的杀球 反超了比分 悬念还在继续 就是前往啊 对 好的 吉子佳跳杀的手 拿到了第一个赛点 好直线啊 非常漂亮啊 出场被动的人还依然抽对手 能力太强了 好球 周天成整就了一个赛点 现在反过来拿到一个局点 这场比赛打的真是刺激啊 也是跳杀直线 李子佳拿到第二个赛点 最后一球周天成判断失误了 最终李子佳以23比21拿下了第二局 帮助团队拿下了第二分 总观整场比赛 李子佳的进攻手段又有了明显的提升 力大凶狠 周天成受到年龄偏大的影响 在对攻中已经明显处于下风 这样李子佳就终结了对周天成的四连败 为马来西亚拿到了关键的第二分 最终 马来西亚也是以4比1战胜台湾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到八强